上網很多看到我的影片 我今天的主題比較特別 就是靠主建立健康的大腦和睡眠 如何防止微腦先衰 裡面一方面有聖經的教導 同時也有一些科學的發現 讓我們更加認識我們的身體 如何去照顧身體 希望我們都能夠開心、健康 和和主要好的關係的方式來成長 首先說現代人的方式是怎樣呢? 時事有情緒和睡眠的問題 現代人有很多情緒情況 他們都畫一些圖、一些graph 是怎樣呢? 現在那些長者的憂鬱程度 就沒有那些年輕人那麼高 為什麼呢? 年輕人他們面對太多的問題 所以他們的憂鬱情況是越來越嚴重 因為下一代比現代這一代更加嚴重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現代人好像靠刺激來滿足的客人 在他們的生命裡面 即是玩開遊戲機 他們總是要不斷找一些新的 那我剛剛昨天去電腦商場買一些東西 那我就發現 他有顯示一些遊戲 那些遊戲是什麼呢? 出現一些殭屍啊 一些古靈精怪 然後呢 就要在遊戲裡去砍死他們 哇! 這樣的遊戲都有 即是呢 那些遊戲呢 令到那些人呢 會有暴力傾向 那我太太就告訴我呢 他們學校的社工呢 就講到 這些輔導員 就講到有些什麼問題呢? 原來有些遊戲呢 是教人自殺 一步一步 由最容易的到最後一步 就是說呢 最後一步呢 你真的去自殺 這樣都有這樣的遊戲 即是真的 那些遊戲呢 會令到那些人呢 是沉迷 一路越來越 越來越緊要 越來越緊要 那所以那些現代人呢 是坐不定的 是經常都要找刺激的 經常都要不斷呢 去玩一些遊戲 或者是看電視 那也有很多的電影 現在電影多到不得了 那些人呢 就看開 一看第一集 因為他們當然有這種方法 因為他們成功的 那些片集 就是你看第一集 你不能夠停止看下一集的 因為他們會一路吸引你 那所以呢 我們管理好生命 我們就要知道 這件事的存在 我們就會管理好自己 即是不要去看 一開始一看 後果是嚴重的 那有些人說 那不看做些什麼呢 其實跟從耶穌的人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你的生命很大的發揮 你可以幫很多人 你可以學習很多事情 令到你整個人是健康的 那左下角呢 就是一些Whatsapp的溝通 Whatsapp的溝通 很多都是 那些溝通 那些溝通 是怎樣的呢 那些溝通 是很少面對面的 是不需要 就是面對面跟別人接觸 還有很多要吸引注意 那些叫做什麼 打卡 就是這些 我聽 就是我不知道這些 去到什麼景點 就要放些什麼姿勢 還有一些危險的姿勢 特別的姿勢 然後放上網 就看看有多少個人 讚他 就覺得 哇!很威水 那 就是追求這一種 沒有個人接觸的一種威水 但這種事情 對於生命有什麼幫助呢 是沒有的 但是很多人就追求 有多少人like我 那些Facebook 他們說Facebook 都是落後的 有些是其他的 好了 下面 右下角 就是這個低頭一軸 其實現代這些科技 其實可以對基督徒有幫助 溝通上有幫助 但是很多人就沉迷 整天不斷地看 我在車 地鐵都看到人 一直在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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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麼呢 那些人傳的東西 看一些影片 看一些圖畫 我真的對那些 是完全沒有興趣 看完又怎樣呢 說來說來 差不多 好了 聖經有說 有什麼問題呢 全讀書五周三節 和七節一起讀 是無多 就令人做夢 言語多 就顯出玄梅 多夢和多言 其中多有虛幻 你只要敬為神 聖經有說 當你很多事 煩煩惶惶惶 很煩惶的時候 就令人作夢了 他很難平靜 說話多 顯出他的圓會 多夢和多言 其中很多都是虛幻 這些都是要過去的 敬為神 才是最重要的 但信耶穌 他不相信神 才是最好的 為什麼我會經常相信神 最好呢 因為我本身 我是科學的背景 讀science 而當我信耶穌的時候 我真的有清楚 神給我這個五號形 我發覺 我有五號形的聖經 也有四號形 我感性形 我會感受神的恩典 我也有七號形 我喜歡享受的 我在這個五號形 我就會很多研究 研究到神是真 他的預言的準確 還有我研究 神做這麼多工作 神職其事 我的心就全心跟從神 神啊你真是最好的 我整個生命給神 那我就說 為什麼這麼多人聽到神 這麼討厭 這麼好 這麼多神職 為什麼沒有反應呢 我就會不明白 因為我覺得 知道神是最好的 就是走向神的路 神掌管 就是什麼都最好 給我太太最好 給我的健康又最好 就是看我這個年齡 居然是沒有老花的 就是神給我健康 又去打網球 就是給我健康 各樣的東西都是神給我 亦都有給我聰明智慧 我昨晚發夢 我覺得是神給我一個夢 在這個夢裡面 我就看到很多人在聚會 不過很多人沒有什麼反應 有個牧師 我就問他 為什麼那些人沒有什麼反應呢 那個牧師就回答 他就說 那些人只是來到得東西 拿東西 因為他的生命不大改變 他們需要去思考 將聖經的真理 去研讀聖經 去思考應用出來 他的生命才會改變 這也是給我一個提醒 就是說 要激勵一些人 自己去研究聖經 在我今早祈禱的時候 神也跟我說話 給我一些教導 這個將來用在將來的廣道 我就是說 原來當我們親近神 神給我很多的恩典 很多的幫助 希望大家 不要追求夢幻的東西 追求全能的真神 這裡我講一些賀爾蒙 很多人就說 你講到也講完這些東西 我發覺是很有幫助 因為賀爾蒙其實是神做的 不是跟神無關 是跟神有關 跟神有關的東西 其實是有幫助的 而科學家是發現神做什麼 好了 原來我們有神上腺和Cortesol 這種賀爾蒙 是當人緊張的時候 就會分泌出來的 有什麼作用呢 是有作用的 譬如你被賊追 要不就要保護自己 要不就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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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點血在腳上 和人一定有多點血的運行 所以 在這個情況 你就不會去消化成蜜 那時候不是消化成蜜 你都不會修補你身體的內臟 在那時候你就要跑 你身體就會出神上線 但是這個神上線 如果你經常都在這個狀態 就會有傷害 有些人就經常都是這個狀態 為什麼呢 很多事情做 很多事情做 不是一定要緊張的 但是很多人要競爭 要競爭的時候 每天 身體就會出很多神上線素 和Cortesol 其他緊張的荷爾蒙 令到人的血液又運行 又可能猛疹 又激氣 這樣的狀況 長期是這樣 是很大的傷害 整個身體有很多種問題 大家都看到有什麼問題 長期分泌會怎樣 會狂躁 會低沉 消化不良 睡眠問題 心臟命 高月壓 整個人都不行 所以我們知道 原來緊張 猛疹 怒吵 是這麼大的傷害 另一方面 我覺得很特別 很特別 神做我們身體 懂得分泌一些 開心賀爾蒙 而開心賀爾蒙 只要你在一個放鬆的狀態 會自動出 神真的很特別 就是他做一些 令到我們的身體 是舒暢的東西 聖經有說 其實他們所說 是支持聖經的教導 我們一起讀一下 針言十七章二二節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以賽書三十章十五節 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為什麼喜樂會是良藥 為什麼開心會是良藥呢 因為你開心的時候 身體就會健康 運作就會正常 那些開心賀爾蒙 就有分泌出來 就會對身體有幫助 而且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有些人就得力在乎打機 得力在乎猛急 但其實當你平穩安靜 反而你有力量 在這些情況下 其實出很多種賀爾蒙 其中這些比較出名 Dopamine, Endorphins, Oxytocin 和Melatonin Melatonin就是幫助我們睡覺的 原來當你做這些事情 有些什麼要做呢 親近神 親近神都有兩種 有些人親近神 神客快點幫我 快點找我老婆 快點生兒子 快點升職 這樣的祈禱 是未必會平靜的 其實神早有預備 神已經說到你未求已先 神已經知道你的需要 所以你不用重複去祈求 但我們可以用重複去讚美愛神 因為天上去讚美 是永不停止的 那你享受神 祈禱的時候 試一下這種 多謝耶穌在愛我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耶穌現在在愛我 我一愛耶穌 耶穌又歡喜了 聖經說 我們愛祂的時候 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未曾聽見 人生未曾想過 那你的心就會很開心 多謝天父 我一愛耶穌 耶穌又很歡喜 耶穌在祝福我 這樣的祈禱 人就會放鬆 這樣的狀況 你的身體 總之你覺得舒暢 大家試一下 閉上眼 有些人已經在閉上了 現在閉上眼 深呼吸 掩著耶穌 有些舒暢的感覺 這些舒暢的感覺 就是你身體分泌一些賀爾蒙 以及你身體的血液混合 舒暢 好了 大家全體開閉眼 包括開頭 開閉眼 有些人都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好了 你不如頂一頂隔壁 耶穌愛你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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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我們神做的很特別 就是我們親近神輕鬆的 還有從聖經從神的位置 又起落 有平靜的心 有些人經常都急急忙忙 有平靜的心 放鬆的心 還有人的接觸 人的接觸 是有幫助的 還有運動和太陽有幫助的 不需要曬太多 總之有太陽 有太陽最好是不要太曬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 你的身體就會覺得舒暢 總之你覺得開心的時候 就是身體舒暢 那時候有什麼後果呢 你會開心和舒服 身體會健康 健康減壓 睡得好 還有心靈更加健康 或者小憂鬱 有憂鬱症的人 最好用這些方法 怎樣呢 想那些猛症的事 不好的事 想是沒有用的 放下那些人想 就是想什麼呢 想耶穌愛我 多謝天父 放鬆 感謝天父 整天都是這個狀態 那你說我上班怎麼可以這樣 其實是可以的 你做事 你都盡量說我輕鬆的心態去做 還有一種心 我感謝神 我侍奉神 那你說做工不是侍奉神 怎麼侍奉神呢 可以的 怎麼侍奉呢 你一直做工的時候 你榮耀神 你愛神 你的人喜樂平安 關心人 對人好 盡責做好你的本分 並且有機會受全人福音 全部都是見證神的 所以 就算你在做家務 你洗碗都是見證神的 你洗得開心 令到家人都開心 都是見證神的 那你就做什麼都是侍奉 那神就全部都紀念 所以這個 知道這件事 神就讓我想到 這件事原來是神做工 而幫助 基督徒很大幫助 那我試試應用這個方法 我應用這個方法是怎樣的呢 那經常都盡量輕鬆的狀況 祈禱的時候盡量輕鬆 放鬆 輕鬆也有程度 那時候我在大學 Simpson College 聖經大學 那時候就做運動 他教我們 握拳頭 然後放鬆 你試試做一做 握拳頭 然後放鬆 有一種舒服感覺 有很多個 但這個放鬆 是第一程度的放鬆 還有你慢慢可以 要學習 鬆到 尤其是坐在這裏 或者睡在這裏 的時候 你發覺可以鬆的程度 好像有一種 身體有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產生出來 這就是我們身體可以無 開心可以無 所以你想睡得好 和健康 你是可以 用這種方式的 我想告訴大家 一會兒我會看的 睡覺 通常長者 其實我叫長者 因為我67歲 絕對是長者 不過那些人看到我 就不會覺得我是長者 我也不會想認是長者 不過事實上是 長者通常一晚是醒幾次的 我昨晚是連續一睡 就睡了六個小時 然後再睡 其實是很特別的 原來我們越放鬆 是可以越睡得好 原來這個開心賀爾蒙 大家說一次 我輕鬆就有開心賀爾蒙 是神做給我的 給我享受的 我不用懵診賀爾蒙 我要有開心賀爾蒙 我的情緒就可以改善 我的情緒可以改善 其實 如果中間有些人 有些憂鬱情況 你就試試用這個方法 不要 現在不要看手機 不要看手機 不要緊的 那些人不用這麼快收到的 不用這麼快收到訊息 這是我們的習慣 不要緊 他遲些 不要緊 我們這時候不收訊息 其實不要經常看訊息 你經常都習慣 我經常都注目在神 輕鬆的事情 那些緊張 緊張的 你想完 處理了就可以了 放手了 不用再想下去 你發覺整個人 會有更多的開心 可以亡分泌出來的 好了 現在說一下這個睡眠周期 非常之重要 原來我知道之後 也是很大的幫助 這裡第一 看到大家 淺睡 深睡 原來我們有淺睡和深睡 分交神 這都是神設計的 不只是人 其他動物都有 他們看貓狗 老鼠 用老鼠做很多實驗 做睡眠周期 好了 首先是淺睡 又到深睡 深睡 深睡的時間是非常重要的 在起初睡覺 在晚上開始睡覺時 深睡是長的 後來沒有深睡 因為後來 是長的 快速動眼期 我可以解釋一下 這個 深睡有什麼重要性呢 原來就是 修復身體的內臟 原來我們的身體 有很多需要修復 好了 我跳一跳去後面 給大家看看 修復什麼 深睡的時候 我們每天 平均死了七百億個細胞 就是 在七之後 就是有 十個零 十個零 這麼多個細胞 那你每一次睡覺 你就需要修復 但如果一個人 很笨掌 牢草 你就發覺一睡覺 很快就會發夢 發夢 就去到哪裏呢 就去到這個 動眼期了 快速動眼期 就發夢 發夢就是處理情緒 和你的感覺 你發生過的事 就會處理 因為當一個人很煩躁的時候 你就會整晚都發很多夢 就會很少這個深度醫治的時候 這個深度醫治 就是把我們身體內臟 裡面的不好 還有我們的腦裡面 也有很多殘渣 為什麼有老人之外症呢 還有有些人這麼快失憶 這麼快 善亡 有些人很快善亡 因為他的腦 積聚了很多這樣的殘渣 在裡面 那這些殘渣 什麼時候清理呢 就是在我們的深睡的時候 還有產生一千億的防疫細胞 而科學家發現 當你一晚睡得少 或者遲睡 你立即減少出產的份量 是減少七成 減少七成 這麼嚴重的 就是在那個時候 立即你的身體的防禦能力 立即是很容易傷風 很容易有其他病 長期下去是很容易有癌症 原來我們深睡的時候 是這麼重要的 有些人 他經常都急躁 是很難深睡 接著就清理變種的細胞 原來我們每天 都有千萬的細胞 是會變種的 為什麼會變種呢 因為它複製的時候 因為我們受很多輻射 和很多因素的影響 我們複製的時候 往往是會複製錯誤 複製錯誤的時候 它不是全部都會變成癌症細胞 但是其中一部分有危險 可以變成癌症細胞 如果我們不夠睡 不只是夠睡 應該說不夠深睡 它就不會清理 這些千萬的變種細胞 這些有些就變成癌症 其實有很多人的身體 身體裡面 已經有癌症細胞在這裡 其實它很多年 通常很多年之後 才會變出來 所以現在你開始 多些開心 開心賀爾蒙 多些心碎 睡得好 你就有機會 將這些癌症細胞 剷除 還有我們的腦的殘渣 這裡看到那個神經細胞 下面有很多點點黃色的 就是殘渣 那些人的神經細胞 就會很難運作 很難運作的時候 就會開始失憶 想不到的事情 很慢 還有身體很多的運作 都會非常緩慢 好了 我們現在看看這裡 原來這麼重要的 這個心碎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個人心情平靜 一切交給神 不用緊張 不用急 不用懵 那些人不好是他的問題 他們很慘 我連問他 他們罵人是他很慘 我不用慘的 他罵我為何要慘呢 他壞 他壞 我為何要壞 他壞 我需要壞 不用 這是他的問題 我就將他放手 他是這樣的 他經常都是這樣 他不會改變 我只是祝福他 我不用緊張他 那你就有心碎 那你就睡得好 大家都知道什麼是心碎 為什麼呢 如果你發覺你的人睡得好 睡得很寧靜 你發覺夢是寧靜的 這樣呢 你呢 就是有心碎 還有你的睡眠是健康的 對不起 OK 好 這個就是修復身體 修復和建造身體 比如BB仔 小孩子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不只修復 他要生很多新的細胞 所以如果小孩子 你又陪伴 叫他陪伴你夜睡 就很大問題的 千萬不要看到小朋友 跟你一起夜睡 看電影 等等 對他是很大的傷害 他以後呢 他的成長 是會好受 好受難了 所以呢 我試過見過 家庭呢 父母喜歡玩機 那些兒子 出生小時候 已經玩機了 其實呢 這種的文化 對於兒女 是很大的傷害 好了 然後這個快速動眼期 就是什麼呢 在那個時期呢 你看到他的眼 在那裡 令他動的 原來呢 他就會 有時呢 就處理回日頭發生的事 有時發 他很多時候就是發夢的 而發的夢 不一定跟日頭有直接關係 他就是呢 他會總之 找回他裡面的東西出來 如果沒有這個快速動眼期呢 人就會沒有記憶力的 他會 即是他會忘記很多東西 因為原來這個時候呢 就是處理那些記憶 和發生的事 和處理情緒 但是如果一個人情緒不好呢 這個快速動眼期就會很長的 這個修復期就會很慢 那你就會不健康的 那這個睡覺的 也都是 很多人呢 醒呢 譬如那些老人家長姐 這個循環是過半小時 鬆一點 發覺很多人醒呢 就是這個循環的 你聽一看呢 就是你過半小時醒一次呢 就是你這個動眼期 就是你的睡眠不好啊 那你就在動眼期呢 就醒你 你看一看個鐘呢 你就發覺你過半小時醒一次呢 就是說 這個 就是你已經開始進入 微露仙衰奇了 就已經開始了 就已經開始有這個問題 那呢 還有一件很重要 很多人以為 我睡不到吃安眠藥 其實安眠藥 是不會帶你進入深度睡眠 和咖啡 酒啊這些 你不會進入深度睡眠 只是在一個中度睡眠 他身體的修復是非常有限 所以用完安眠藥的人 他起身都蒙茶茶這樣 那樣的 那我們大家明白這個 周期呢 我們就 觀察一下自己的周期 看一下我睡覺的情況是怎樣 那樣 那你就會分辨到你的情況 那一會我會說怎樣 更加好的 好了 好了 年輕人和長者的分別 不過如果你是真的 心態開心健康呢 你就可以有 順量保持年輕人那種的 cycle 那我自己發覺 我算是 那個什麼呢 根據我的年齡呢 算是很好啊 就是感謝神 不過我和年輕的時候 都是有分別的 但是呢 我都感謝神 那年輕人和長者有什麼分別呢 長者醒很多次 那有些很嚴重的 一天 一晚醒十幾次都有啊 那你真的那個睡眠呢 是沒有什麼心動的 沒有心碎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他的那個動眼期呢 動眼期呢 動眼期都是小和短的 那呢 因為他裡面的日常太多 就是他那個 那些賀爾蒙的平衡室 也都一直衰老的 但是有些人未老先衰 未老一已經是這樣的情況 那時候呢 我們就自己要留意自己了 還有我們有個身體的時間的 身體有個自動的 有個鐘的 那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呢 中午 這個是晚上九點 開始呢 就有一種的分泌素 叫做 吞克素 吞克素 我上網查一下這些字的讀法 那是什麼讀法 就是 Malatone 那呢 開始分泌 這一種 令你容易睡覺的 一種的 賀爾蒙 那這種賀爾蒙 那這種賀爾蒙 什麼時候停止呢 7點半早上 開始有光 他就會停止出 所以入口睡覺 是比較難睡的 因為晚上才會出 這一種的 吞克素 在這段時間 吞克素出 還有呢 就會在黑暗的時候分泌 還有呢 電視手機和光線 是會阻礙他分泌 所以你想睡得好 你未睡之前 你不要看電視 不要看手機 最好祈禱 那你祈禱可以關燈 讓你的身體呢 適應睡覺了 你一邊祈禱 閉上眼 多謝天父 那有些人呢 小小看鬼氣多呢 晚上睡覺 不敢關燈的 其實對身體 是非常之大的傷害 因為呢 他就好像日頭睡覺那樣 他就 他的睡眠是不穩定的 那大家想睡得好呢 就是說呢 我們盡量是早睡 10點到11點之間 睡覺是最好 那你早睡呢 你都寧靜 那個人寧靜 不要看那麼多電視 手機 看聖經 那就 愛神 相信神的愛 你這個人呢 就會平靜 睡得好 整個天 整天都是不用緊張 緊張是沒有用 反而更差的 那我發覺我知覺這件事呢 是很大的幫助 我知覺呢 我會留意 咦 我有些急了 我立刻幫自己放鬆 我有些 不開心了 即是說 不用不開心 沒什麼作用的 總之我一發覺 我一舒暢 我跟我太太都現在說了 啊 我們現在又分泌著 開心賀爾蒙了 我們都知覺著 我們現在分泌著 開心賀爾蒙 於是就令到我們呢 人懂得怎樣處理 我們的情緒和整個人的心態都好 有些人上班 他們說 哎呀 我上夜班 很難這樣 的確 上夜班的人 長期呢 尤其我們睡覺開始呢 就是修復了肝臟 這個修復肝臟 如果沒有修復好 人開始有點變黃 如果你發覺 人開始變黃 其實不好的跡象 就是膽管不通 膽管不通 這個肝 膽管呢 是負責清理 身體裡面所有的廢物 長期一到的時候 就會有癌症 是很嚴重的 所以呢 我們能夠早睡是非常重要的 你求神給你 能夠有一份 是日頭上班的工 那呢 也都幫助你能夠處理 很厲害就是 如何處理癮 那些沉溺 那些手機沉溺 電視沉溺 如何處理呢 都是原來對整個人呢 非常之重要的 好了 我們說了這個 心碎的時候 原來的重要性的 好了 影響睡眠的行為 有什麼影響睡眠呢 左邊讀起一下 看看 睡覺之前 看電視和手機 還有不能夠處理壓力 經常都很高壓力 經常都不開心 情緒化 懵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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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低沉 還有睡覺的時候 就想事情了 一上床就想 哎呀 誰壞了 誰壞了 什麼什麼什麼 想完這些事情 睡覺是不好的 睡覺是停止思想的時候 一上床 就想著耶穌 一 我們當我們想耶穌 其他人就不會想 為何人只能想一件事 你又不是 我又想一件事 但你一個時間 只能想一件事 當你想到耶穌 耶穌 耶穌 我心裡想耶穌 不用叫的 一路想著 或者想著放鬆 我心裡想耶穌 我心裡想 現在不用做 那些人馬上做 那你 想著耶穌 放鬆 有那麼鬆 也有那麼鬆 你會發覺很快睡著 真的 我有時快到 我都驚訝 因為我自己留意 我自己放鬆 哇 一陣子 發覺已經睡醒了 那就是說 原來很快睡 立即處理到 即是立即鬆 好了 另外影響睡覺 就是小從神得力 其實基督徒從神得力 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想著 祈禱看先是責任 是責任 不過不只是責任 是一個得力的來源 思想神的話語 經常都思想和祈禱 耶穌愛我 多謝耶穌 是叫我們特力的人 會開心舒服 我今天所講的訊息 有什麼幫助 你知覺什麼時候 分泌開心賀爾蒙 知覺什麼時候 分泌猛診賀爾蒙 這個我叫的 沒有人這樣叫的 猛診賀爾蒙 什麼時候是你睡眠的cycle 你的循環是否平衡 當你知覺的時候 就說 咦 原來我發覺這樣 輕鬆一點就會改善 這樣就會 即是我們使用量度 我量度 咦 今晚我睡覺 又一晚睡覺 嘩 過半小時吃一次 咦 你一晚睡覺 一睡不睡了 那麼多個小時 即是說 那個循環比較健康 我們自己就留意了 還有很多人又不吃健康食物 吃了一些煎炸 那些東西 其實對身體很差 很多 其實很多那些油 那些油 英文叫Hydrogenated 那些油 其實是要買健康的油 因為那些不健康的油 它為了保存它的壽命 就加一些Hydrogen 一些氫氣下去 令到那些油 對身體有很大的破壞 其實有很多食物 那些人出產 是不計吃的人的健康 只是為了它的出產 所以我們要留意我們吃的什麼 還有什麼影響呢 就是睡 夜睡 夜睡同樣睡一個小時 但是它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還有咖啡、酒和多種藥物 我們盡量用自然的方法 處理健康 當日人有真的嚴重的問題 他需要吃藥 不過最好不要等到嚴重才吃藥 最好呢 你在健康的時候 你就處理你的情緒 有運動 有陽光 我們需要陽光的 每天都做開心的事 親近神 這樣的時候 你就不用去到每天要靠吃藥 所有藥物都有副作用 這個副作用是會影響你的睡眠 以及你的心情 以及你的情緒 你的整理的健康 還有影響也是 安眠藥是影響的 有些人吃慣安眠藥 就越吃越多 還有呢 其實它不是幫你有心碎的 還有有些人是平日小運動 小陽光 好了 缺乏睡眠 或者不按時睡眠 帶來什麼效果呢 容易情緒化 有些人情緒化 你問一下自己是否睡得不好 原因就是這裏 很難相處的 他睡得不好 就是肯定的 失憶 反應慢 做錯決定 就是因為他反應慢 他過重 容易肥 容易傷風 容易有癌症 因為他裡面積除很多不好的細胞 那些壞的細胞 變種的細胞 還有老細胞就會被破壞 人很快已經老人癡呆了 然後呢 腸胃問題 糖尿病 心臟病 中風 痛症 全部都是由 原來睡得不好 和情緒不好 而引致的 原來我們知道 我們身體的健康 這麼重要的 原來健康的老細胞 就是那些細胞 神經細胞可以傳遞訊息 但是不健康是什麼呢 就是有很多殘渣 他們 解剖 解剖那些有老人癡呆症的人 發覺他的腦部 已經有很多殘渣 所以他的思想是非常之遲鈍 但是我會講到這個大腦有修復的功能 魅魯仙衰 魅魯仙衰會怎樣呢 希望你沒有了 很難集中 有一陣子 一陣子呢 人家說話 或者自己想想 不知想到去哪裡 很難集中 思想非常緩慢 還有思想由花園 說話 一陣子不知說了什麼 就是說話 騰騰轉 曲花園 情緒和性情改變 開始 人們失控 又滅亡 事事失眠 無緣故 又會害怕 又會低層 有幻覺幻象 聽到那些 不是屬於神的聲音 呆滯 反應呆滯 在自己的世界轉流 各自固執 如果你開始有些情況 你就留意自己 是不是已經 開始老人癡呆 有得回頭 不過呢 就 有些損失了 是損失了 不過可以收復 待會我們會講到怎樣 去收復 好了 在主裏面 有平靜的重要性 這就是要講到這些問題 平靜有什麼重要性呢 我們一起讀詩篇 《爾賽書》三十章十五節 你們得教在於悔改和安息 你們得力在於平靜和信靠 但你們幾不異議 這是新業本的 因為和學本這裏翻譯得不太好 英文那裏 In returning and rest You shall be saved 這個是New King James In quietness and confidence This shall be your strength 這個講到什麼呢 讓我們得救在悔改和安息 和得力在於平靜 信靠 和在平靜之中得力 這也是和科學家發現的一樣 就是當你平靜的時候 身體就會出這種開心可耳夢 外際和悶就不會出開心可耳夢 當你平靜舒服的時候 你的心靈就會健康 我們感謝神 原來我們的神做我們的身體很特別 就是會自動收復 身體會自動收復 當我們平穩安靜 就是信靠神 在神裏面有平穩安靜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會修復 我們人會健康 會開心 好嗎 原來我們的神 關心我們任何一件事 關心我們的健康 關心我們的情緒 關心我們的睡眠 所以我們 時時都保持在神裏面平靜 平靜一定要放下垃圾 而相信神一定會照顧我們 走神的路和師封神 耶穌說 你們當負我握 學我讓識 者用你們的心力便必得享安息 我們想安息是怎樣 負耶穌握 學耶穌的讓識 負握的時候 不要負重大 學耶穌那種輕省 因為神會照顧一切 針宜十四章三十節 心中安靜是肉體的生命 直到是骨中的扭難 原來人平靜就會帶來生命 平靜的人就會舒服 直到心裡不開心 犯粗 就會帶來骨中的扭難 原來身體就會衰敗 左邊就是親近神 開心享受神 人就會有健康 右邊就是不開心 煩惱犯粗的時候 整個身體就會破壞 其實我們的身體很脆弱 如果我們當中有人是有失眠的情況 你知道很脆弱 睡覺是很脆弱 當人一有些不開心 有些煩惱的時候 開始失眠 發覺很難拿回以前的 好質素的睡眠 是不是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個 是不是失去了睡眠 是很難得回的 所以我們要珍惜 我們珍惜有的睡眠 還有盡量去修補 不要隨意的破壞 隨意的破壞 隨意的破壞就好像 將你的生命 扔到鹹水海一樣 隨意的晚上 整天看手機 整天看電影 整天急躁 想起一些不好的事 你就是將你的生命 扔到海裡面一樣 我們保持平靜 整個人的平靜是最好的 有些人就 那些專注力很快已經沒有了 好了 CV131篇第二節 我的心平穩安靜 好象斷過奶的閒子 在他母親的懷促 我的心臟在我裡面 增長斷過奶的閒子 大衛他很多事務 當然他做會牧羊人 那時候他比較簡單 但他開始 後來他被蘇羅追殺的時候 都很緊張的時候 後來他又做王 有很多事務 但他都學到一種別別 其實但是很特別 他真的跟神關係很好 他的心平穩安靜 好象斷過奶的閒子 當我們平穩安靜有力量 就是聖經重複講這件事 所以我們求主幫我們 做一個平穩安靜 輕省的人 因為我們會用這首詩歌來唱 幫助大家有平穩安靜的心 好了 那怎樣可以平穩安靜呢 還有怎樣可以有健康呢 以下講到方法了 詩編首錄編第八節 我將耶和華上擺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邊我面不知遙中 因此我的心灰靈 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那個秘密是甚麼呢 將耶和華上擺在我面前 就是整個親近神 事事神在我前面 這樣呢 因為他在我右邊 他有深信 這個互動的討告 我將耶和華上擺在我面前 我就知道他在我右邊了 我知道神和我一起 我知道神和我一起 我就不自遙動 不會被人影響 因此我的心會歡喜 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都會安然居住 即是整個人的心靈和身體 都會健康快樂 然後神就會做這個工作 所以改變生命 生命平穩安靜 第一個秘訣一定是從神得力 處理所有對神有負面的想法 我們今天下午 事奉通言訪念 就開始講到這個 依次釋放 而第一步 和神的關係 怎樣處理那些垃圾 和神的關係 很多人在心裏面覺得 神對我不好的 神都不關心我 神不愛我的 神不體慶我 我不配的 這些意念 我們需要處理 我們今天就講到 處理這些負面的意念 和怎樣建立和神的心的關係 我希望大家有心學習 我昨晚那個夢 我都講過 那個牧師跟我講的 我覺得是神跟我講的 就是說 很多人只是聽話而已 真正給神用的人 是肯去學習思考 學習到處理生命 學習到應用 和應用出來 去服侍主 這些人才是生命發揮 你想生命發揮嗎 生命發揮 不是就是宣告 我要發揮 我要發揮 你要發揮 舉手沒用 是你真是 和神有物質關係 處理生命以後 真是受訓練 行動出來 一定要受訓練 在我一生人之中 我不斷地加越學得同的東西 這是很重要 能夠很多東西學到 你才能夠善用出來 你沒有學到 你想用的時候 有人說 哎呀我上水耶穌 哎呀怎麼說呢 哎呀不知道怎麼說 沒有師 快點幫忙 有些人真的跟我講 他說他有興趣 你快點跟他講 我說為什麼你不先說呢 原來呢 當我們有神同在 我們的心歡 我們靈快樂 還有神是會讓我們睡得好的 四篇八節 我便安然躺下睡覺 因為獨有理由 或少有 安然居住 原來聖經說 睡覺的重要性 是要神祝福的 神祝福你就睡得好 神叫我們安然睡覺 安然睡覺是很大的禮物 不單止是舒服 是整個人的身心靈 都得到康復 還有整個人健康 我們當中有些人不開心 煩惱 身體無不無病 你發覺 你裡面就是缺乏了這種平穩 安靜 舒服 舒暢 開心 就是缺乏了那些人 這樣做人呢 其實是辛苦的 是不是 不開心做人 是不是辛苦 是 同樣做人 為什麼不開心呢 那些不開心的人 他們堅持 我是要想的那些人 不要 我堅持要生氣的人 結果是什麼呢 他堅持受苦 你是否想堅持受苦 你喜不喜歡堅持受苦 當然不想 我們堅持享受生命 所以我們堅持 不要想垃圾 經常想神 親近神 神就會祝福你整個生命 詩篇1 827篇第二節 哪些人不安然睡覺 哪些人不安然睡覺 親愛 愛世人 但是聖經有講到 神喜悦的人 是什麼人呢 就是那些信靠親近 遵從他 遵從他 侍奉他的人 神就喜愛他 那這些就是親愛 神跟你親近 跟你親近 跟你親近 歡喜你的 喜悦你的 這些人呢 就睡得好 你想不想這樣 你想神喜歡你 我們每個人都想父母喜歡你 是吧 但是父母幫你都是有限度 但是神喜歡你 那個是無可限量的 你的發揮無可限量 你跟隔壁人說 神疼我們那時候 我們發揮無可限量的 神疼你 神疼你 超過任何人疼你 更加重要 那你怎樣得到神的喜悦呢 就是你真是去信靠親近遵從和侍奉 然後呢就侍奉他 這四項 可不可以記得嗎 再說一次呢 信靠親近遵從自防 再說一次 信靠親近遵從自防 好了 接著說到遵從神會帶來什麼後果 針言三章也節 我言要謹守真摯為王謀略 不可使喊離開你的眼目 這樣他必作你的生命 頸看得美色 你又眼而行露 不自躺的 你躺下必不懼怕 你躺我睡得香甜 他講到怎樣可以睡得香甜 怎樣得香甜呢 你謹守真智慧和謀略 就是說呢 神的智慧 我們跟從他 和神的策略 神的策略呢 是使用每一個人 在每一個人生命都有他的計劃的 這樣呢 當你遵從神的智慧和策略的時候 這樣呢 他就作你的生命為了 二字 這些智慧和謀略 就會做你的生命 做你的美色 你的裝飾 你的裝飾 不是你扮得多美 是神裡面那種美好的生命 那你就坦然行路 你去到哪裡都 心裡面非常坦然 不自碰腳 不會遇到一些令到你跌倒的事情 還有呢 你睡覺是會不用怕 還有呢 睡得香甜 好嗎 睡得香甜 是一個大禮物來的 而我們很重要 需要耶穌的意志 彼得天書二張二十四節 因他時你變相 你們變得了耶穌 神就是醫治全人 所以一方面我們親近神 另一方面呢 我們有病的 中間有憂鬱的 我們需要醫治的 你可以找我們的輔導員 也可以找我們兩個牧師 以及中間的組長 傳導 可以幫助我們處理生命的 好了 我們剛才講到這裡 就是這個開心何義夢 就是原來 當我們時事在神裡面 平穩安靜 我們就會出這些開心何義夢 整個人就健康 這個是對於我們侍奉 非常之大的幫助 其實我今天那個筆記 你留意 我很多資料寫了下去 那你現在不要看著 回去看裡面的內容 因為為什麼這個內容太豐富 所以我就把它寫出來 就讓大家可以記得 好了 現在講大腦 我們的腦是很特別的設計 當我研究 我真的覺得很特別 就有很多這樣的神經細胞 那些神經細胞 就會細胞與細胞之間 有很多的連接點 我們的腦的健康 就是在乎這些連接點的 好了 這些數字 大家告訴你 我們大腦有多少 一千億個神經細胞 而每個神經細胞 如果你健康 可以有一萬個神經細胞 連接到一萬個神經細胞 然後每個神經細胞 有一千萬億個連接點 哇 這麼厲害 十五個零 原來人的記憶 和人的腦的健康 整個人的健康 就在乎 你有沒有這些健康的連接 例如你從小時候開始走路 我們來說走路是不用想的 小朋友呢 在最小的時候 學習是非常之快的 大人是不能夠進入那種狀態 學習那麼快 他們一兩年就已經學會說 他的語言了 他學走路 我們看上來好像很難 但其實他學會有非常難的技巧 我們看上來好像不是很難 但其實他學很多東西 很多的動作 又可以走路 然後這些全部在路裡 就有很多的連接 每一個動作 包括我們打球 如果你看到一個人打習慣的 你看到他的動作 你知道他 這是打球的動作 這是網球的動作 當你看到他的動作的時候 你叫他 拿著他的球棒動作 你一看 就知道他的動作 不是一個打習慣的人 因為他打習慣的人 在裡面已經有些線路 而我們越學得多 我們的線路就越多 越多就越健康 所以想我們保持健康 是越學多些 練多些金句 是對我們很大的幫助 大路是可以不斷擴展的 我們用這些高速功能 代表我們的腦 神經細胞的連接點 修理中 為甚麼修理中 原來我們的腦 是不斷加建一些新的連接點 如果你學新的東西 他不斷開一些新路 改變 這本書說 改變是大路的天性 大路是不斷學習的 只要你學習的話 但願意改變生命出數的人 是少數 是很少數 因為很多人 三十幾歲之後 他們的生命 經常都差不多一樣 重複以往做的 有人形容 他已經是autopilot 甚麼意思呢 就是那些飛機 他可以自動自動自動飛 很多人 他起床做甚麼呢 是全部已經 跟回他所有的模式 起床就煩惱 不開心 回到公司又 甚麼時候下班 不耐煩 這些已經是他的autopilot 他一輩子 就跟回這個模式 就是整天都是這樣做人 那他的腦 是沒有甚麼改變的 不用大腦的後果是甚麼呢 大腦是退化的 原來寶寶仔的腦 神經是最多的 但是成長的時候 他一直會少的 但是如果你健康 你用的話 他就會有更多連接點 這個是健康的腦的部分 甚麼情況令他不健康呢 大家看到就是 這個讀起師 這些人會怎樣呢 不能集中 不安 腦模糊 怎麼模糊呢 就是想事 夢茶茶 不知道自己想甚麼 又會低沉 低沉 善亡 容易發怒 思考能力弱 這些方面是個因素 也是個後果 先因素就是個低沉 容易發怒 然後慢慢的人就思想模糊 但是很特別 人的腦 就算你到你腦 都可以學生的事 不過如果一個人 已經有很多殘渣 是難一點 不過一樣可以的 他一樣可以學生的事 最好沒有腦殘渣 你就做多些事 這樣的時候 你就預防 微腦先衰 怎樣幫助大腦發揮呢 避免秘腦先衰 一起讀一讀 睡眠質素 處理負面情緒 背根據思想神 變立健康思想善怒 創意思想 運動陽光 輕鬆喜樂 健康食物 幫助人 這些全部原來都是 整個人的健康 亦都會幫助大腦 我們的睡眠質素非常重要 和處理負面思想情緒 多些背根據 令到你的腦去動 和思想神的恩典 思想神的話語 聽道回去思想 今天講的道回去思想 怎樣應用出來 建立健康的思想善怒 原來你每次學新的事 就要新的善怒 不過需要六十天不斷做 才會成為習慣 如果你未到 那你就停了 忘記了 有創意思想 就是怎樣用新的方式去想事 和運動陽光 輕鬆開心 健康的食物 和幫助人 都是有幫助的 而聖經講一件事 睡眠之前千萬不要做什麼 葉佛索書寫了26節 生氣卻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原來睡覺之前發怒 那些氣氣就會入了我們的潛意識 睡覺之前煩惱 那些煩惱就會入了潛意識 就是最好就是處理 整天都處理的時候 你就會睡覺的時候 平靜安穩 那你睡覺的時候 就會有健康的潛意識在你裡面 就會越來越健康 很重要 左手邊什麼 不要吃垃圾 什麼垃圾 別人說你 都是你不好 或者是人的傷害 或者是自責 有時不是人說你 人說你一句 然後你自己說幾十句 幾百句 幾千句 這些就是一生人痛苦 而受諾什麼呢 受諾神為人的恩典 神很愛我 還有結出聖靈的果子 還有有基督徒 有人對你好 是禮物來的 但很多人不懂得珍惜的 有些人我幫助他 我完全說他 不是說我自己 我只是說一個經驗 我幫很多人 我經常都幫人 我樂意付出 我發覺很多不同的反應 但我不是計較人的反應 有些人是很樂意 和真的受諾 我已經很開心 不過我也試過幫人 那些人是不接受 不單是不接受 他會說一些負面的說話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覺得 牧師你幫我是應該的 我幫你 你好像我應該的 所以他不開心 他就會反彈給你聽聽 幫我樂樂的 他講什麼 他講什麼 但我只是說 原來有些人 就算有些人對他很好 他都不懂得受諾和感恩 我不是叫你們快點感恩 我有神 祝福我已經夠 不過我只是說 原來人 如果一個人對他好 都不懂得感恩的時候 周圍的人 怎麼懂得感謝 其實每一個人 都有他的好的地方 我們感謝他 我們的人就會開心 對不起 我們現在要跳一跳的時間 這個講道就是 牢牢的人不居吃多吃少 睡得香甜 付足人的豐滿 卻不容他睡覺 這個講道 原來老老的人 反而睡得好 為什麼呢 人不需要運動 你說死吧 我不是做坐地 那你可以做什麼 賺美粗 運動 你看 這些就會對我們健康 原來人是需要運動 怎樣幫助睡眠 都是同志的 差不多的 多親近神 處理生命的問題 放下煩惱 吃健康的食物 適量的太陽 運動 睡覺之前 站在這裏 安靜祈禱 這個很有幫助 因為我自己試過很多 安靜祈禱 還有半夜醒了 睡不到 你都安靜 站在這裏 或者坐在這裏 不要躺在這裏 躺在這裏 你很難睡 這是經驗之下 你坐在這裏 或者站在這裏 你站在這裏 最好 如果你覺得很難 你就坐一直 坐在這裏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你一直想著耶穌 一直喜歡耶穌 這樣的時候 你就容易睡回 這是真的有幫助 而在床上的時候 放鬆不要想太多 就是想著耶穌 安眠藥有很多問題 所以鼓勵大家 不要吃安眠藥 它只是帶來中度的睡眠 有限的身體和大腦的修復 還有有限的處理情緒和記憶 就是快速眼移動 它也減少的 睡眠質素變差 日日仍然很累 而且越來越需要多藥的藥 而且是會更加抑鬱的 會上癮善亡 高血壓 容易有滋癌症癌 還有更高生命危險 他們發覺有很多人吃安眠藥 不知為何又死了 是很多這樣的個案 你上網看 你會看到很多這些 因為我有空會找這些 我講每個題目 我都會去找一下 正先生我們講到這些 也有提到的了 就是多些親近神 處理生命 運動陽光 背金具 還有幫人 為何幫人這麼重要呢 幫人我們需要用腦 還有付出 你的人就會開心些 我先講到處理生命 如果今天有些人 因為我們宣傳 可能有些人未信耶穌 或者信耶穌信得來 又不清楚的 你記載這件事 就是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今天有人未信耶穌 你想得到神的安息 能夠平穩安靜睡得好 你就真心向神認罪 神一定會赦免你的罪 神一定會拯救你的靈魂 當你真心悔慨 我得罪人 得罪神 求主赦免 還有神愛世人 甚至將祂獨生子賜給我們 叫一切信祂的人 不自願望返永生 你真心信靠祂 你可以得罪永生 如果中一日未曾清楚得救 你可以認罪悔改信靠耶穌 神便會赦免你的罪 拯救你的靈魂 將永生子賜給你 因爲你親近神 你會開始發現生命會改變 你會開始發現 整個人越來越開心 睡得越來越好 當你發覺開心 如果你說 很難做到你說的輕鬆 其實有些方法可以做的 你運動一下 因為你運動會忘記了你的煩惱 運動一下 跑一下 在太陽之下動一下 笑一下 哈哈哈哈 笑一下 你的人會輕鬆些 你就說 告訴自己 我正在輕鬆著 分泌著這些開心 害羽毛 有進步 那你的人就會鬆些 神就會一步步醫治你 多些親近神 神就會醫治你 請我問一下 當初有沒有未信耶穌 而你想 今天耶穌拯救你的靈魂 有沒有人想 當初有沒有人 未肯定你自己得救的 你想耶穌救你 你聽到耶穌原來可以幫我們的 原來這麼好的 給我們一些開心害羽毛 又可以叫我們安然睡覺 又可以叫我們的腦部 給我們這麼多的發展 就算你已經開始有老人癡癌症 當你學一些新的東西 譬如你看聖經 練金句 或者下棋 或者走山 做任何的小小的運動 你的腦部 開始會有新的線路 你的腦部 就會補足你 那些已經閉塞了的路線 因為閉塞了的路線 很難運作 它就會開一些新的路線 讓神可以幫助你 我們當中 如果有人 你想耶穌今天救你 耶穌會救你 成 해 成為了 得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